十點截止登記 好,請一下副部長 黃少錦委員請 彭委員好 以後這個報告不要這樣唸好不好 這我們大家眼睛都看過了 從小到大就是讀書 已經讀了,這樣唸這樣唸 最好要摘要一點 摘要一點 這個方向 就在西數十點 安慶千強,確實 速決,速決沉著忍耐 極頸勇敢,這個速決 太慢了,慢慢練到 拖時間沒什麼意思 那我看那個中科院 那個最後一下那個 居民通用科技發展事業 一般服務費好像沒有說明 一般服務費沒有 是,因為那個要求就是 我們訂定的一個 標準,那訂定標準 只要行追,不過已經 已經核定了 行追已經核定了 所以已經達到解凍的 這個條件了 所以不用報告了 是 現在啊,我們這個 最近看的這個 利比亞戰爭啊 是 從這個戰爭有沒有給我們 台灣一個啟示 那當然任何 國際上任何的這些戰爭 有幫助部分是什麼 可以讓我們了解 現在所有作戰的 戰略的部署 你是把我們 假想成利比亞 還是 聯軍 假想成這個 共軍 那這個當然 還是這個 有點 有點不一樣啊 如果 以現在來講 像 聯軍 十一個國家 這一次的戰爭方式好像 不是用地面部隊啦 目前沒有 中共 將來的方式 是不是也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們要怎麼因應 那如果他 地面部隊要進來 你們怎麼因應 所以這就是 灘灌什麼地方欸 是重要設施還是 直接斬首 這個我希望國防部啊 要好好研究一下 是的,是的 國防部也成立了 專案的研究小組 從21號 然後每天都會做研修 掌握 然後他的這些戰術戰法 這些的作為 可以作為我們 很多的一個參考 好,那這個啊 這一次啊 上一次那個 一月份的 平衡九棚基地 飛彈測試啊 是 上一次是 十九枚啊 只種了十三枚啊 有六枚會種 打擊率啊 成功率啊 六成八啦 不到七成了 那麼這一次啊 怎麼搞得 變成五成而已呢 啊 你剛王正銷 念了那麼久欸 一開始我就不太欣賞了 念了那麼嚴重 一點沒有軍人量 效力欸 怪不能密度力那麼差欸 不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是我們 一百年精準武器的 一幹實彈射擊 就是年度內 規劃的一個 不是不是 這一次 有可能是因為上一次不好 所以是你 你上一次指責這些廠商 指責這些軍火商 或指責這些下面單位 上一次的藉口 是什麼 飛彈老舊啦 場景設計不好啦 或者是這個 靶機啊 感應有問題等等 有藉口 因為這不是藉口 一定要全面的做過檢討 好那這一次 這一次這樣子的話 一定要全面的說過 你就濃縮成4枚啦 濃縮成4枚啦 濃縮成4枚 也有幻象來再來弄 也有F16的再來弄 好也有這個 聽過化戰機啊 再來設 那這個感覺上 怎麼搞得反了被2成呢 當然上次 被5成啦 上次涉及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經過 全面的一個檢討 那我們也做過檢討 那检讨完了以后 把所有的场景 所有的弹药 那三次的原因是什么 上次的原因呢 我们经过检讨 最主要是场景的设计 还有弹药 这些的问题 这些的问题 好了 其实克服了 把机也弄好 场景设计也特别配合你了 只差没有 先设计再画把而已 所以这个 这一次的设计有两枚 这一次什么原因 我们还是要全面的检讨 你每次都是设计完毕 你在检讨 那这个厂商的话 要不要跟厂商 重新检讨 当然要 跟委员报告 在 这一次的在设计下 麻雀这些 都有请厂商 还有云母的请厂商 都来看过 弹药也看过 那弹药在3月16号的时候都检查过 弹药都是没问题的 这一次反而法国制的云母 跟美国制的绿色麻雀 反而不行 就是这两种 反而是国造的天见二行 这一次反而雪恥 是不是 所以有关于 每次的麻雀可能有中 这一次也雪恥 F16上 空射的也都命中了 那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呢 理事 那这样国家 老百姓对你们国防啊 完全失去信心 也不能这样子 因为如何保家未民 不是 你中的才五成啊 因为 因为这一次涉及这两枚没中 是确实 但是不能用这样子来算 我看你们也其实浓缩在浓缩 我们会全面 浓缩在浓缩 绝对不能失败了 过力又再过力 把技也换成 指挥官也换人 飞弹也换过了 找最好的 那怎么涉及了才五成 这个部里面啊 已经要求会做全面的再做检讨 当然包括所有可能的原因 我们都要做检讨 不是不是 但要都不能说 只说检讨检讨 你叫陈陈说 我们训练不够 我们跟厂商的契约啊 有问题 或是说投善力不好 各种原因都要自己讲一下自己的缺点 所有失效的原因都要检讨 你们现在都没有讲到你 到现在为止这几天 你们还不敢公布呢 那这次有没有开发给媒体啊 这次没有 所以你们这次叫秘密的补考嘛 不是不是 补考又越补越大动 不是 这是我们 死当 空军一百年的精准武器 涉及的训练 那我们顺便当然 要检讨上一次没有命中的原因 要做最好的规划 这样弄下去啊 这林正宜啊 官位有点问题咯 包括你个人的升迁与困有点问题 所以说今天虽然是这个解冻案啊 这解冻案是我们立法委员啊 希望你改进的地方 那如果没有改进的话 立法委员如何让你解冻呢 是那这些刚刚的解冻案 你讲了半天都没有讲到缺点嘛 没有讲到缺点啊 没有讲到缺点啊 缺点啊 缺点在哪里啊 原因在哪里 如何改善 你连缺点在那里找出来如何改善呢 改进啊 像当时所质疑的七缸头的问题 那七缸头我们都已经改进了 那是当时的一个个案就执行过啦 不要再讲这些 我是讲的这个 四个枚飞弹 只重五成的命中率 不是最害就是插棒球 这怎么可以呢 这些我们会全面在做检讨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跟我讲答案嘛 我们立法委要知道就是原因 改善的方法 你都没给我答过 我再检讨 我再查一下 我再查一下 这没意义啊 这样回答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会根据弹药的状况 还有这个人员训练的状况 还有飞弹之失效的 你们三次的 这些我们就会 三次的调查报告有没有出来 上次的调查报告有检讨过 检讨过原因是什么 有很多 飞弹老旧 场景设计不好 把机感与不良 对 有复合式的这些因素而发生 那其实叫客服啦 客服啦 场景也是因你们而设计的 怎么还是这样呢 因为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来讲 有弹药的状况 这些啊 这个检查的时候啊 检查的时候都是好的 好了 这个是非常专业 我问你 你答不出来 我现在过去问一下部长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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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